海基海鞋两会今年6月份同意从大陆引水到金门 而前天金门县副县长吴友钦是率领团队 前往大陆泉州山美水库旅刊 吴友钦大战水库附近 山林环绕环境又优美 而且水质相当的干净 今年6月海基海鞋两会讨论确认将从大陆接水到金门后 金门县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在8月底就与福州展开第一次的工作商谈 而双方的水公司也每月展开一次技术商谈 听取简报后一行人立刻前往勘察 金门县副县长吴友钦不仅大赞水质干净清澈 更透露若11月的商谈能将工程及经费问题确认 渴望能提早完成供水 我想那个采样这个部分这个水质应该是让我们蛮放心的 在下一次大概是11月初吧 我们的第二次的一个商谈 工作商谈 可能就会要针对这些关键的问题 双方在做协商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带来更好的消息 也就是说比105年更提早 借水工程计划从山梅水库到经济水杂现有的水路管线 先引水到龙湖水库后 再进加压送到金井镇丙州入海 最后再透过海底管道输送到金门的填铺水库 大陆泉州山梅水库1972年建成 容量达6.5亿吨 可以轻松应付金门现金 每天三四万吨的用水需求 连日报陈向清大陆卷州报道